陈小在谈赵丽颖,感谢他当年一句话成就了我愿他幸福,丽颖笑了,陈小是盈宝第一个也是至今第一个公开承认的男友,至于为什么最后没在一起,为什么陈小选择了陈妍希,可能跟大家的性格有关,陈小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安稳过日子的女人,而盈宝比较善尽,需要自己的沉淀, 至于为什么多年后的陈小谈丽颖感谢他,为什么,接下去看陈小在谈赵丽颖,感谢他当年一句话成就了我愿他幸福,丽颖笑了,当年丽颖陈小合作陆珍传奇,一开始两个人都很冷,都彼此不怎么说话,陈小跟盈宝打招呼你好,丽颖,我是陈小,拿小的盈宝直接一句你好就走开了, 当时的陈小肯定内心是无奈的,沉默的吧,哈哈高冷女王,之后主持人问到两个人为什么这么冷,戏里面却那么甜蜜,这毕竟是节目,全国观众都看着呢,盈宝当时没想全部说出来,结果陈小一股脑都说出来,要盈宝实话实说,并表示当时盈宝嫌弃他,他的演技太差了,天哪,怎么可能有人这么演戏, 既然陈小都自己开个头,那我就索性坦白吧,这估计是丽颖最真实的想法,哈哈,因为我觉得那个角色虽然是个小阿哥,但是不至于一生气就哈哈,跺脚,再说,看我砍了你啊哈哈 在谈赵丽颖,陈小表示自己很庆幸当年认识他,也很感谢他当面atco阶段atco,才有了自己的现在,并且祝福丽颖能够获得自己幸福,确实陈小因为那年花开稀粉无数,而且,演技确实是看得到的进步,人也成功转型,从小鲜肉变成现在的完美成熟男, 真的是太帅了有目有,作为观众,我们期待他的再一次爆发,希望能带来更好的作品